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东周网鬼灵精怪贫导 我是主持人阿慧 今天我们请到新进艺人蓝杰 跟我们讲鬼故事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蓝杰 很感谢东周和鬼灵精怪 最搞笑和开心的就是认识到韦师傅 今天有点分享 好像说你有一个奇怪的技能 阴阳鼻 为什么呢 现阶段也是怀疑中 分享一点事件 对不起 一开始应该讲一下 我闻到的味道是什么 就是烧焦东西 檀香加臭味 这是我认识到今天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先讲一下 如何开始的呢 如何会有这个感觉 初时大概应该有十年前 之前在澳洲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搬家之间有一个尴尬期 我朋友就好心收纳我 说你可以过来我住 但是你要睡客厅 我觉得我没问题 我去到之后我发觉 为什么那些屋子全部都是睡二楼那一层 完全不会走下来 我回来香港之后 有一次我们聚会 就说不知道什么内容 哈哈哈哈那间鬼屋 我心想什么鬼屋 然后他说你之前住那间 那间就是鬼屋 他说你没跟我说 我已经住了整个星期 好了 我记得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我一打开正门进去的时候 他有一种很怪的味道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烧窗、檀香和臭门味 好了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天我去了朋友家 因为他住在一堂楼 回来香港了 回来香港了 他住在一堂楼 我就问他家借游戏还是不知什么 我去到家之后我就借厕所 那借厕所很搞笑 那一层味不是在厕所里面的 是厕所的门口 OK 我去完方便之后 出回来 他们家的隔壁是有个走廊 但走廊是不着灯的 嗯嗯 我们坐下聊天 说一说之后 我朋友很大声说一句 喂!玩够了 他? 那盏灯亮了 嗯 然后我就 也不是很敢问 一定隔了一会儿 我朋友就说这里便宜了 他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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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 这个就是第一件事 那蓝走廊了 OK 第三件事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 我就 在等待的时候 我闻到那阵味在 但是那一次的经历 我闻到一阵味是在动的 就是我不知道 会移动的 会移动的 我尽量形象给大家听 就是说 如果你用眼睛就看到 那个人在你面前 但是你试着用鼻子去闻 你感觉到那个人在你面前 但是你感觉到他在动的 嗯嗯 那去到片场 做埋伏的时候 那导演一天没咬咳 你作为演员就继续拍 嗯 但是我不知道 那一阵特别久 成四分多钟 中后段的时候 大件事了 气候起性不转合 但是大件事的地方 就是我闻到那阵味又回来了 是 那 都对的 那时候我真的开始害怕的 嗯嗯 直到咳咳的时候 就后 那件事 可能他想过来吓我 或者 但是结果是帮了我的 那 find out 可能自己真有这个技能 你有没有问过那些师傅 或者什么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 这样的能力 或者 你闻到的是不是真的靈体呢 有没有问过呢 那样的 我那时候就很好奇 因为大家听可能阴阳眼 那些很多 那我试着打关键字 阴阳鼻 是真的很出现的 那他形容的特征 都跟我有少少类似的 每一次你闻到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很特别的 那么大件事就闻了那三次 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你没有想过 会不会都是同一个呢 因为你同一阵味 没想过 那其实可能都是同一个 人体 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 我三次碰到那位朋友 但是也没有害我 或者怎样 那我也觉得 是否有这样帮到你 还是怎样的 反而好像第三件事 就是 间接性来帮了我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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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